各位家长大家好 40天为青少年立界线 今天是第十几 第十课 发生巨大转变的时期 青少年口头上常挂着一句话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说这句话呢 有可能是排斥父母 有可能是调性父母 但也有可能是孩子真的不知道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到底在想什么 到底在爱着谁 他有可能都迷惑不解 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 会连自己都不知道呢 因为青春期的孩子 经历着几方面同时的转变 这个变化好大 大到一个地步 他都不知道 首先这个孩子 身体上有一些巨大的变化 比如说突然长高了 突然体重加重了 又突然之间 原来能穿的衣服 现在不能穿了 第二性征出现了 因为男性的高丸素 还有女性荷尔蒙的雌激素 等等原因 女性的乳房开始隆起 然后来月经了 男孩子的嗓音变了 长出体毛 这个时候 父母需要和男孩子讲 梦宜 夜宜是个什么情况 和女孩子要讲 如何使用卫生用品等等 父母不要觉得尴尬 到了孩子这个年龄 我们应该和他们有一些坦白的讨论了 孩子的身体变化很快 可是他们的里面的成熟上 要跟上追赶外在的发育 这个时候孩子的身体已经预备好 按身体来说 是有性关系的一个自然条件了 也可以预备好 要有孩子了 孩子面对身体上这么多的变化 孩子有时候可能不太理解 大家想想看 如果这是发生在你身上 你自己会有多大的变化 你自己会有多少的了解呢 所以我们对孩子要有多一点的耐心 指引和关爱 其次孩子心理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孩子处理思考和信息的能力 在加强 远远超过他的儿童期 这就难怪了 孩子会和我们争辩 会和我们争论 所以对孩子和我们争辩争论 我们也要多一些的了解 另外还有他个人上的改变 为了使他的心智 逐渐的迈向成熟 孩子要和许多 有冲突的渴望来征战 孩子一方面想要渴望独立 另一方面又渴望依赖父母 他们在两者之间 所以他要和父母抗争 但是又渴望父母 站在他们这一边 这就是青春期孩子 微妙的一些心理 另外孩子社交上也有些的转变 原来是以父母 以家庭为中心的 现在慢慢的转到 以朋友为中心 以朋友为他的焦点 常常挂电话给他们 跟他们联系 父母这个时候不需要觉得说 哎呀 我被遗弃了 我失落感很强 然后孩子不爱我了 我们切不要有这样的感受 因为这是孩子成长的必然结果 面对孩子这么多的转变 青春期这么巨大的改变 我们应该如何来帮助自己 帮助我们青春期的孩子呢 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 可以花一周的时间 把孩子这一周所发生的问题 不管是在家中的问题 学校中的问题 和朋友之间的问题 个人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你能记多少就记多少 再看一看 哇 孩子面对这么多的问题 他怎么能承受呢 怎么能应付呢 连我大人都感觉不容易呀 以此 我们同理心 将心比心 我们对孩子 就会有更多一点的忍耐 关爱 关爱和指引 越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变化 改变 我们越爱我们的孩子 越会忍耐的对待我们的孩子 所以让我们对孩子多一点的关爱 忍耐和指引 让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关爱 忍耐 我们成为安全之所的陪伴底下 让孩子在青春期慢慢的会做出一些比较好的选择 不要害怕青春风暴期 这个时期会过去的 你一定会收获一个非常乖巧的 又有独立性的平衡的孩子 好 这一课我们就学到这里 希望您能够有收获 我们下一集再会 拜拜